在过去的年代 北港一个代名词叫做六尺寺 在广告当中看到六尺寺 这位很勇壮的练功夫练家子 他可以胸口碎大时 甚至可以让公车 从他的胸膛压过都没事 但是惊喜不相同了 时至今日六尺寺已经过世了 他的弟弟还在这里 怕滚没过忧 但是今天被查到 卖的药丸当中竟然有假 北港大飞龙的摊子 就摆在朝天宫前 桌上有各种药膏 以及酸痛药布 房子里高挂神医妙术 妙手回春的牌匾 还印制名片写骨科医生 警方来把人抓走 因为他根本没有医生执照 他强调只是帮人做推拿 没有看病 但卫生局检出 他给民众吃了酸痛风湿类药丸 含有西药成分 令人意外的是 抬头看墙上这张照片 他和哥哥两个人的合照 他的哥哥是名造一时的 北港六尺寺 这个画面相信老一辈的人 大概都记得 轰动全台湾的 独门的气功绝技 能够单手举人 甚至让大巴士 从身上压过去 就因为练武容易跌打损伤 所以他的伤药也特别出名 不过六尺寺在过世之前 告诫后代不得学武 没想到自己的弟弟 不但自称骨科医生看病 智商的中药丸还含了西药 现在被以药室法移送 可处七年以下 病科五百万罚金的刑责 记者廖学贤云林报道